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那他们的治疗呢?产前忧郁症究竟会好吗? 还是他的持续时间到底多长? 还是他要怎么帮忙这些产前忧郁的妈妈们呢? 那其实在帮忙之前呢 就是很想跟妈妈讲一件事情是 其实产前忧郁症是真的会好的 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讨论的一个概念是 他们不会自然而然的好 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先建立的观念 其实产前忧郁症的妈妈呢 我们有四个要点可以帮忙他们哦 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第一个呢是像大家很常听到的就是 如果真的心情低落啊,或是有忧郁的情况 其实真的很建议去找专业的人员 包含是精神科医师啊,诊所的医师啊 或者是心理治疗啊,找心理师做心理治疗 都是一个很推荐的方法 那这个求助啊,其实会是很需要勇气的 所以在妈妈身边的人,其实要鼓励妈妈去求助 其实千万不要有就是 他会自然好这种非常NG的想法 然后,有些妈妈会担心 诶,去诊所是不是就一定会吃药啊 然后去诊所就一定要做什么什么处置 其实会比较担心肚子里的宝宝会不会有影响 那,专业的医师们其实会跟妈妈们讨论 然后去找合适的方法 不一定只有需要这个选项 包含刚刚也讲的,可以找心理治疗 或者是,有些人其实藉由医师的建议 做什么运动啊,光照等等 其实都会有助于减缓妈妈忧郁的情况 好,那,呃... 所以根据专业人员的建议 做一些放松、运动、光照等等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情绪比较平稳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要点 绝对要先找专业人员求助 再来,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妈妈们其实要非常的留时间给自己 也就是照顾自己的部分哦 有时候在罹患产前忧郁症的这段期间内 其实很难想到过去自己对什么有兴趣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会开心 但我们要很努力的去想想看 在怀孕之前的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也觉得这个事情好有意义哦,好喜欢哦 我们可以把它列下来之后 然后去想想哪些事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做的哦 重点是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充足的休息啊、饮食还有运动都会非常的帮忙 第三个要点呢,会是人际上的支持 人际支持听起来就是 嗯,跟朋友有关吧 或跟老公有关 还有跟谁 家人有关 其实都没有错哦 但在这些人际支持前面还有一个部分 是妈妈要自己主动的去表达你的感受 像是妈妈发现 欸,自己好像心情最近很容易哭啊 或者是好像对什么都好紧张哦 好不放心哦 妈妈们可以找你信任的人去表达哦 像是跟老公说 老公怎么办我最近 一想到小孩的事情就一直哭一直哭 或者是跟朋友表示说 怎么办我好担心我的孩子不健康哦 在肚子里成长的状况 那其实当妈妈们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也是让别人知道你有需求 所以别人就会很认重的听跟想要帮忙你哦 好 那另外一个人际支持最重要的就是 队友了 老公也没有办法代替妈妈怀孕嘛 所以老公就只能在旁边的去支持他跟陪伴他 其实对妈妈来讲他就觉得 哇,有人信任自己 有人相信自己 就很像有一个定心王在那里 会让妈妈放松很多哦 包含可能这个陪伴有点像是陪 虽然工作很忙碌 但老公可以抽出时间陪妈妈去禅见 那妈妈就会觉得 哇,其实老公还是很在意我们的 或者是陪妈妈讨论一些未来孩子的规划啊 或者是出生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啊 先做一个预备啊 其实这些都会是 可以让妈妈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孤单 然后也可以降低怀孕的压力哦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是 其实现在通讯软体非常的发达 我们也可以去参加一些互助的团体 像是有妈妈社团啊 然后或者是什么孕妇社团等等之类的 其实在里面啊,跟大家的讨论 或看大家的讨论 其实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那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怀孕相同的症状 或者是怀孕的不舒服 其实里面的支持跟加油打气 都会成为主妈妈背后强大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去抵御这些忧郁的症状 那还有第四个要点哦 它很重要的就是放松跟想法的调试 嗯,听起来有点抽象 那其实每天我们可以做一些些的准备 让自己维持好的心情 像是什么呢? 嗯,一天过去之后呢 我们每天可以开始练习想想 有今天有发生哪些好事情 或是今天有发生哪些你想要感谢的事情 研究也发现 当你每天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时间一长 你就会发现自己状态的变化了 嗯,因为当你在回想今天的经历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你跟自己同在的感觉 那在回想这些经历啊,好的事情的时候啊 其实你会觉得比较平静 然后会有一些喜悦 然后或者是,诶,哇 原来今天发生了这么多好的事情哦 这些美好的感受都会让妈妈的心理 就是耐受度越来越高哦 然后也可以让你觉得很愉悦 就是跟这些感受相处 除了调整想法啊 然后试着去想想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放松 那放松的方式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妈妈们可以想想看的 会是,常听到的会是腹式呼吸的放松 有可能是手手放在肚子上 然后躺着休息的时候吸气、吐气 只要来回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种放松 或者是很常在网路上听到 或看到的那种冥想放松 可以去找找看影片啊 或者是声音档都很适合哦 就是妈妈可以想想如果你在海汤上 或者去森林里哪个感觉你会比较舒服 然后或者是听到海浪的声音的放松的感觉啊 其实这些冥想放松啊 呼吸放松啊 都会让身体的紧绷降低 然后也会缓解你的情绪 以上四个要点呢 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帮忙自己的方法 那也是可以让别人知道要怎么协助 让我们度过产前忧郁症的这段时间哦 那重点就是无时无刻观察自己的变化 那过程中呢 如果真的发现情绪出现了比较低落的状况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其实勇敢的表达会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勇于需求帮忙就是妈妈可以做的事情 那这四个要点会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哦 如果我们可以多帮助身边的人 其实就可以降低产前忧郁症的这种状况哦 那谢谢欣宁帮我们说明产前忧郁这个主题 我们下回的主题是产后忧郁哦 那就下次见啰 下次见啰 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或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